欢迎收听 我当鸟人的那几年 第275集 说吧 他便郑重地将这把刀还给了张世飞 张世飞和李莱英 瞧着这俩老杂毛 一脸的感慨 不由得纳闷啊 张世飞心想着 这老家伙是不是睡糊涂了 这把刀明明就是一个人 给自己老爹送的礼 怎么这整出什么 这么多年过去了呢 想到这儿啊 张世飞便问他陈团 老爹 我脑子有点乱 怎么听不明白你的意思呢 这是我在人间时 从家里面得来的刀 怎么你也认识 你在你家里拿的 陈团听到张世飞的话以后便叹了口气 你再仔细看看这把刀 看看真的是你的吗 张世飞和李莱英 听到这话以后 全都是满头雾水啊 但是既然这老杂毛这么说了 张世飞只好照做 只见他仔细地观察了手中的糖刀 刚才在那话中深海 由于情势紧急 他来不及仔细地观看 但是现在却不同了 果然他很快就察觉到了 这把刀和自己之前的那一把 确实有不同之处 虽然他们的外形一致 但是之前的那一把刀上却根本无法同这一把相提并论 这把刀的刀身之上散发着一股强大的气 拿在手中是通体冰凉 也不晓得是不是错觉 张世飞感觉这刀刃看上去也锋利了许多 而且没有自己当初那把的古旧 和自己之前的那一把我靠南非比起来 这把刀子最大的不同 那就是刀柄的提字处 只有南非二字 而我靠这句骂街话却没了踪影了 总体来说呀 这把刀和之前的那把比起来 简直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看上去自己以前的那一把似乎是厌比 而这一把才是真的 这是怎么回事呢 望着张世飞一脸的不解 那臣团叹了口气 然后便对着两人说 别傻站着了 到外面再说吧 你看 要说这神仙就是不一般的 试想一下 如果在凡间的话 大家要是有事要说的话 总是会讲 别站着了 进屋再说吧 可是这臣团却是不走寻常路 可能是因为这小屋子里太破 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 张世飞和李莱英苦笑了一下 然后便随着两个老家伙走出去 在石凳上刚一落座 张世飞便随手将那没有撬的糖刀放在了石桌上 刀放在石桌上发出了一声轻响 而就在这时 忽然从一旁发出了一声恐惧的声音 南非他来了吗 不要 不要 张世飞转头望去 找到了声音的来源 这惊恐的声音却是那尿壶中的太岁发出来的 张世飞心中纳闷啊 怎么回事这是 至于这么害怕吗 那尿壶似乎是受到了莫大的惊吓似的 不住的喊叫 吵得人无法说话 臣团塌了口气啊 他随手一挥 一道金光射出 将那尿壶打飞 直接飞入了那竹林之中 他在飞走的同时 还在不断的叫喊 直到众人再也听不见这个声音 四周平静了下来 只见他臣团拿起了桌子上的刀子 这才对张世飞说 你俩很惊讶 他为什么会有这种反应吧 那是因为 他就是被这把刀的主人打败 然后收进了叶壶之中的 刀的主人 张世飞听到这句话以后 心中充满了惊讶 想起来 曾经的崔先生也说过 这把刀一定不是什么反品 如今听陈团所说呀 这刀以前的主人似乎当真牛逼呀 打败太岁的人 那竟然打败了太岁呀 可是张世飞又想了想 不要的糊涂起来 这把刀是在画中 可是自己在人间得到的那一把 又是怎么回事啊 这好像自相矛盾呢 真是越想越乱 张世飞怎么想也想不明白 于是也就不想了 还是听听陈团怎么说吧 于是他便问他陈团 老弟 那这把刀的主人是谁呀 他为什么会在那话中啊 陈团塌了口气呀 然后望了望刘灵 刘灵此时正抓着酒葫芦不住的往肚子里灌酒 没有理会他 于是陈团便一边看着手中的糖刀 一边对着张世飞说 你们可曾知道 在这盈州仙家之地 曾经也有过战事出现呢 啥 这里打过仗 张世飞和李莱英当真是不敢相信的 只见那陈团 用一种十分感慨的语气 对这两人讲出了这刀的来历 原来呀 在很久很久之前 这盈州之地曾经出现过一次浩劫 可是陈团没有对两人细讲 他只是说 当时有一群歹毒的妖魔曾经妄图占领盈州 而自打开天辟地时起 盈州就是人间和仙境中的中转战 如果此地被妖魔占据 那么那些妖魔就可以凭借着地利之变 直接攻打仙境 盈州失守 就代表着三界的平衡被打乱 于是一些有本事的人聚集在了一起 对抗这些妖魔 而这把宝刀便是这些人中 最有本事的那个所拿的 当时的战况十分激烈 盈州险些失守 到最后他们只好想出了一个办法 把那些妖魔尽数引进了十项图中 而当时那十项图所献出的境界 正是这把唐刀主人的心境 陈团讲到了这里以后 便对着张士飞说道 我和刘灵都是当时那场大战的幸存者 当时我们全都伤得不轻 而这宝刀的主人是我们之中本事最大的 到最后他只身一人对抗群妖 而且凭借一人之力将那些妖魔逼退 最后我们一直打到那黑海之上 终于打败了那些妖怪 这把刀的主人也因为一些原因 消失在了这个世上 它一消失 十项图的境界就随之消失 我们活着的家伙只好拼命逃出 而这把宝刀也就随之落入了象征着地狱的 无尽黑海之中 我靠 这也太玄乎了吧 听陈团说到这儿 张士飞和李莱英嘴巴都合不上了 这家伙真是太刺激了吧 真想不到啊 居然还有妖怪敢造反 想占领这里 不得不说呀 古代的妖怪确实比现代的妖怪们有骨气呀 也有志气 一想起现代的那些妖怪 张士飞就满是无奈呀 不过这个故事听上去真过眼 他心想 独占群妖浴血化中 最后还获得了胜利 那是何等的威风啊 看来这把刀子之前的主人 一定是一个大英雄大豪杰呀 真乃纯爷们是也 望着陈团手里的刀 虽然沧海桑田年代变迁 但是张士飞似乎也能感受得到 当日那场大战 该有何等的激烈呀 他竟然有些激动了 而那陈团讲到了此处 便停住不讲了 而是转了话锋 对着张士飞说 每个人能够看见的实相都不尽相同 相同的实相更是万中无一 虽然我早就知道你进入的那个境界 正是当年这刀主人的境界 不过你居然能够在那茫茫黑海之中 得到这把宝刀 这我就没有想到了 真是冥冥之中自有安排 看来你和这把刀的缘分当真不浅呐 陈团讲的这个故事 把李兰英听得一愣一愣的 只见他忍不住插嘴道 老爹 这个刀的主人真是威风 不过为啥老张家里还有一把同样的刀啊 另外这刀的主人叫啥呀 你能不能告诉我们呢 陈团笑了一笑 你家里面为什么会有相同的刀 我也不清楚 不过想来大概是艳品吧 即便是艳品 想想也应该是当年认识这刀之人所造 所以应该也十分的珍贵 至于那人的姓名 你们听了也没有用啊 况且都是一些陈芝麻烂骨子的事了 那孙子 陈团的话还没有说完 只见刘灵将九葫芦重重的按在了石桌上 然后探头 他就是个无赖 不过是一个很强的无赖罢了 还记得那一次 他跟地府里面最厉害的家伙 斗了个三天三夜 到最后他倒是跑了 个老子的 害得我们帮他擦屁股 真是一说就有火啊 地府里面最厉害的 那是谁啊 张日飞和李来应又愣了 但是只见那陈团瞪了刘灵一眼 便对两人说 算了 不提当年事了 还是说说你吧 说到这儿 陈团便停顿了一下 你在那黑海之中 是不是斩杀了三色恶龙 本来张日飞还想继续问呢 可是听陈团这么一说呢 他才想了起来 自己还没有将在那话中的遭遇 说给大家听呢 于是他点了点头 然后将自己在话中所遇的事 一并说出 只听得那李来应瞪大了 双眼不敢相信呢 而那刘灵和陈团两人 也是一副若有所思的模样 听他讲到自己 在那黑海之中得了宝刀以后 浑身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力量 接连斩杀了两头巨龙 但是呢 还是放走了一条 至于为什么要放走那条龙 张日飞是这么说的 他不忍心 听他说完以后 那陈团便一边捋着 胡子一边说 这就是了 这就是你脱胎换骨的原因了 之前都讲过 人都有贪 称 痴 三念 三念伴随一生 自古以来很少有人能够在活着的时候将其斩断 有能够斩断一念的就已经足够了 稍加时日便会领悟大道与化成仙呢 而张日飞之前在黑海之中连斩二龙啊 又重上一龙 三念恶业算是去了七七八八了 又得了这把宝刀 所以才会脱胎换骨 拥有了莫大的力量 陈团对张日飞说 你心中尚存痴孽 却无大碍 你已经战胜了自己 得到了想要答案的同时 也得到了莫大的力量 你以后有什么打算 说吧 陈团便把那宝刀还给了张日飞 张日飞慌忙双手接过 再看这刀的时候 张日飞的心中便肃然起敬啊 看来那个黄帽子也没有想到 我的选择并没有让我万劫不复 反而让我获得了这么厉害的宝贝吧 想到这儿啊 张日飞的信心便又涨了许多 他坚信 自己完全可以凭着这把刀救出梁月 一定可以 于是他便狠下了决心 然后对陈团说 我现在想要做的 只有一件事 那就是去救我的爱人 听到张日飞说出此话 李来英心中不由得一惊啊 果然 他根本就没有忘记 这下可好了 他得到了力量以后 竟然想去救那梁月儿 不过想到这儿 李来英就想不明白了 那梁月儿不是死了吗 还怎么救啊 陈团和刘灵都没说话 似乎他们已经猜出了 这个痴儿的念头 只见那陈团 对着张日飞平静的说道 这就是你没有杀那红龙的理由 人间真情 过眼云烟 如果你之前下手杀掉那龙的话 三念斩断 就可以通过在这营州的行路翼上 得到许可 耳登彼岸了 张日飞苦笑了一下 也许是吧 但是当时我没想那么多 我是个俗人 不想成仙 也不想得到什么 我只想当个普通人 如果没有情在的话 我不知道会怎样 但我知道 他是为我而死 于情于理 我都要去救他 老爹 你知道吗 执念和执着 其实是有区别的 臣团听他这么说 便微笑着对他说 你不是已经误到了吗 哼 我确实误到了 但是无法做到 真理就像是一个 永远无法到达的灯塔 从途中 我虽然领悟了一切 却无法去将其落实 确实 无情无欲 可以得到很多东西 但是无情无欲的一生 却并不是我想要的 我不想变得像命运一般的残酷 也许是执着吧 我只希望能再执着一次 但无论是什么结果 我都无言无悔 只要一次就好 特别是知道了 他现在正在地狱受苦 我更没有理由去逃避了 如果不把他救出来的话 即使我当了神仙 当了命运 又有什么意思 也许是我错了吧 老爹 但是 我必须要这么做 听完张势飞讲完 陈团和刘灵两人 不由得发出了会心的微笑 只见刘灵一拍桌子 大声说 好样的 我没有看错人 陈团则微笑着说道 你没有错 这个世上也没有对错 凡是没有绝对 真理一样如此 我们全都在模糊的真理之中徘徊 所领悟的 全是自己的感受 也许 这就是你自己领悟出的真理吧 张势飞笑了笑 然后起身 来到陈团的身前 双膝跪倒在地 对着陈团十分坚定的说 所以 老爹我求求你 求求你告诉我 地狱 该怎么走 陈团看着跪在他面前的张势飞 在陈团的眼中 这个稚气尚未脱镜的少年 脸上早已写满了沧桑 他的眼睛已经看不见任何的色彩 只有一片灰白 瞧上去有些无神 但是却又十分的坚毅 眼角出那道黑色的痕迹 触目惊心 陈团想了一阵后 长叹一声 唉 你先起来吧 你答应我了 陈团和刘灵对视一眼 有些无奈 糊涂师父 交出糊涂徒弟 这话真是没错呀 也罢 就当是我们这两个老而不死的家伙 为你这个不让人省心的徒弟也做点事吧 不过你要是被他们抓住了 千万别说是我俩告诉你的 就算你说了 我俩也不承认 嘿嘿嘿 刘灵接过了话来 然后放声大笑 他这么一笑啊 本是阴沉的气氛就缓和了一些 张世飞听陈团这么说 心中顿时无比的感激 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情形 张世飞还记得 陈团当时根本就不承认 他俩是他的徒弟 可是两人的心中 一直把这个神情猥琐的老头子 当作救命的恩师 现在听他终于承认 两人是他的弟子 张世飞的心中不由得出现了一阵暖意啊 他自然明白 这两个老家伙的后一句话 纯属是戏言而已 这两个死要面子的老家伙 真的是口硬心软啊 想到这儿张世飞便十分的激动 谢谢 谢谢老爹和老刘 行了行了 陈团挥了挥手 示意张世飞起身 然后便拿起了酒碗 喝光了碗中的酒以后说 起来吧 虽然我俩想帮你 但是这件事情并不是那么的简单 张世飞起身回到了自己座位上 地狱很难去吗 在张世飞眼中啊 神仙这种生物啊 简直要比分头还万能啊 难道他们也有办不到的事情啊 只见那陈团笑了一笑 然后打了个哈去 要去地狱这个地方 说简单也简单 说难也难呢 什么意思啊 张世飞和李来英俩人都没有听明白 而那陈团继续慢慢的说 去地狱的最简单方法 就是拿把刀捅自己 捅死了以后 就自然有机会去了 我靠 这还用你说呀 李来英满脸的无奈 他望着陈团没好戏的说 我老弟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怎么还有雅兴开玩乐呀 陈团瞪了一眼李来英 你懂个屁 谨声 很久之前 陈团就曾经形容李来英 说他长了个大萝卜脑袋 天生是哀嚣的命啊 见陈团骂他 他也就不敢再吱声了 而那陈团继续不快不慢的 对张世飞说 别以为我是在开玩笑 我问你 你当真知道地狱是什么吗 地狱 地狱就是人死后待的地方 不是吗 当然不是了 只见那陈团摆了摆手 你说对了一半 但是地狱并非是所有鬼魂待的地方 而是扣押那些有罪的鬼魂之地 陈团对张世飞说 地狱就跟人间的监狱差不多 可以说它是三界之中最大的监狱 三界人神鬼 就是三个不同的世界 彼此都有联系 阴间呢 也是一个独立的世界 并非是像传说中那样 是在人间的地底下 神界啊 同样如此 而三界之间的三个连接处 也就由此而来 扬州是连接人间和仙境的地界 而连接人间和阴间的地界 则名为殷世 陈团这番话 演出一段精彩回幕 叫张世飞闹地府 孔雀取徐盈 本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